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动态 2019北美甲骨文明之旅原获值活动日前在南加州举行 旨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 活动现场 国际青少年商业创新促进会代表的上书五幅甲骨文书写 古法吟唱诗经大学 太极气道 雄精鸟身等功法展演令与会者叹为观止 这一次主旨演讲结合甲骨文明就人类文明肇始的推动力 通过拆解分享古老甲骨文字中蕴含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分享了AIA时代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发展的必然趋势 令人对古老文明产生敬意 据了解 2019甲骨文明北美交流活动将陆续在旧金山 波士顿 纽约 多伦多等多个城市举办 我们举办2019甲骨文文明之旅洛杉矶站的活动 主要的意义在于承传我们中华文化 承传我们5000年的历史 让我们的家庭 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知道我们祖国的璀璨的文化和承传 美国城市卫视晚间新闻洛杉矶采访报道